我们假装如果有建属 比如他身体机能不行 比如说忧郁症 比如说忏悔 这些在感应编辑编辑里讲说 因果报应在进行中 所以因果从来没有离开我们的生活 因果它是这么真实存在 但是众生的迷惑颠倒看不出来 所以我去基隆放生的时候 我都顺便送一笔善款 到基隆积虽损伤协会 已经两三年了 每次都送一笔善款过去 不是我的钱 是我每一个连流 我请他们发出这个爱心 每一个人兼100块台币 凑起来就可以凑成好几千块送给他们 他们基隆积虽损伤协会都是做伦理的 有时候他们还在伦理上还要挂尿袋 他们排尿还要挂尿袋 大部分都是工作伤害 我们一般讲叫劳动伤害 惭愧 有些是什么 有些是天生下来就惭愧做伦理 他们积极在一起成立一个协会 叫基隆基随神商协会 我刚开始跟他们接触的时候 他们满脸的 两个眼睛充满的那种怨恨跟不满 跟自厌自爱说 为什么是我 我后来先给他们送钱 送食物 我都会带连流去 然后再送华宝 但是刚开始没有送华宝 因为他们没有宗教信仰 我们刚开始送水果送钱送饼干 每一次送这些钱过去 送食物过去 我都会跟他们分享一些小故事 慢慢这样导引他们 最后我叫他们看《伊利宝钞》 最后我叫他们看我讲的 《明英国节业力》 《幸福也满人生》 隔了大概半年到一年 就这样的耕耘 这样的因果教育 现在我去他们都会记在一起 要求我说法 我现在跟他们讲 你相不相信轮回 他说他们相信 我说你相不相信因果报应 他说我们相信了 他接受了 我说你现在接受这个命运的安排 你欢喜接受 罪业会减轻 现在我去他们都充满笑容 他们改变了 信念改变了 他们欢喜接受这样的一个果报 因为这样才有办法了业 才有办法消除业障 这个就是忏悔 所以你承受了这个因灵果报 就是最好的忏悔方式 而不是抗计 而不是逃避 没有办法逃避的 没有办法减免的 就是严的王讲 乌有少罪我能解纳 你做多少要瘦多少 你少做就少瘦 你不做就不瘦 你多做就多瘦 无有少罪我能加 这严的王讲得这么清楚 不是只有嘴巴练一练 每天都在演因果故事给你看 严罗常告比罪人 什么叫罪人 不是说你患了罪到阴间去叫罪人 你现在贪生枝很重就是罪人 严罗王就是因果的化身 严罗王就是因果报应的化身 事跟理你要搞清楚 事是你到阴间去看到严罗王在审判 在人间你看到法官在审判 这难道不就是严罗王吗 阳士的报应 你幻法被法律制裁 难道这些都不是严罗王吗 他难道只有法官吗 他就是严罗王 乌有少罪我能加 辱助作罪进入来 我用这句话来贬喻我们世间人 因果不是你相信它就存在 你不相信它就不存在 不可能 你不要有这种见看法 这种是邪见非常可怕 你相信它才存在 你不相信它就不存在 有这个是吗 对不对 那盲龙因亚怎么来的 第一章经里面讲 毁谤三宝族 若毁谤三宝族 盲龙因亚报 那已经是来世了 所以老法师说 无量子一来 肯定造的欧月多 造的三宝族 所以在六道里面的果报 肉报少 苦报多 言令就在此地 我们常讲家家有本难念的经 每一个人都有他每一个人的苦恼 每一个人都有他每一个人的因果故事 一摊开来说每一个人都不同 为什么不同 因为夜报不同 果报就不同 世间 常常讲没有十前十美的人 所以 经文上讲 作业无边 报必随之啊 因为作业就 造业就无量无边嘛 所以果报也无量无边了 作业无边 作业的造业 报必随之 果报如影随形嘛 善肯定有善可 欧结定有欧报 因果通三世 你真的明白 搞清楚了 才真正了解 人的一生结定占不到便宜 也决定吃不了亏 为什么 因为果报痛三世 你这一生吃亏 来世补偿你 这一世占便宜 来世去还债 杀人一定偿命 欠债一定还钱 我有钱 被人骗了 不要放在心上 如果是他的 大概是过期生中我骗了他 现在我还他 这笔账了了 如果不是的 是他来骗我 来生他还要还我 老法师说 还你的时候还要加 付上利息 真的占不到 学佛觉悟了 明白了 算了 跟从前不一样 心态跟从前不一样 我欠别人的 还了欢喜 就是欢喜信寿 欢喜受报 别人欠我的 不要了 不用你还了 我到极的世界去了 我不跟你搞讨债还债 我不跟你在六道里面 找这些麻烦的事情 不要了 算了 我送给你好了 那法师说 你骗我钱 我不要了 我到极的世界去了 这什么 放下来 你跟他演就了掉了 所以他就不会有因果欠残了 永远的讨债凡债 无有处理 无有处理的时候 这个 以上这一段 因果通三世 是老法师在净土大经节演绎 第340世纪里面讲的